大雨哗啦啦 下个不停 眼看红灯还有好几秒 女骑士赶紧停到路边 只见她打开置物箱 快手快脚 抽出雨衣 再躲到人行道上 雨衣一个个扣好 敢在下一次红灯之前 发动机车离开 时间算得恰恰好 更免于淋雨 然而事后 林亭在红线穿雨衣 为此吃上罚单 路人拍下照片 检举成立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少罚600 最高罚1200 让女骑士忍不住抱怨 红线停整天不罚钱 反倒是穿雨衣 却要罚钱 网路上掀起热议 不过如今心智将上路 4月30号后 这类检举恐怕无效 于礼的话是可以罚 于情的话是不可以罚 一般很多人都这样子 如果大家都这样被拍 不就罚不完 民众检举即将走进历史了吗 事实上立法院在去年 就三读通过 道交管理处罚条例 部分条文的修订草案 明定警察机关如果没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秩序 不再受理民众的红黄线临庭检举 不过行政院迟迟没有公告实行时间 这回女骑士停车穿雨衣挨罚引起重视 交通部也强调核定从4月30号施行 并没有特别拖延 至于聆听穿雨衣虽然目前确实违规 但交通部认为女骑士是出自不得已 可以劝导而且免于举发 接下来会再协调警政署通知各警局 衡量状况再开单 东山新闻生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